俄罗斯这回失败了 是什么失败呢 当然不是俄乌战场 是在和印度的交易当中 具体是怎么失败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自从俄乌冲突以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采取了最严厉的制裁 把俄罗斯踢出金融支付系统的 就不让他用美元支付 不用让他用美元来进行交易 包括日元 欧元 以美国为首的 统统都把它禁止掉 那么这个时候呢 俄罗斯就另辟袭进 我们发现的南边 居然愿意用卢布 或者是印度的卢比进行结算 我们这个时候就好奇了 为什么印度不跟着美国制裁俄国呢 我们知道印度是 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 我们大英帝国日不落 民族上的一颗皇冠 是英国 不是我们 这个印度一直是在美中俄三边 可以说是一个左右逢源的道路 既不支持美国 也不支持俄国 但是它是不制裁不占边 怎么这么一条线路 所以说在全世界 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制裁俄国的时候 印度带头加大加量的买俄罗斯的天然气石油 那么不能用美元用什么呢 印度就提出一个很大胆的想法 用印度的卢比 经过这么一年下来我们就发现印度人赚了 俄罗斯在和印度做生意的路上败了 怎么个败 发现印度用卢比买的石油 俄罗斯拿着印度的卢比 没地方花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堆废纸 印度拿着哪个国家都不认 我们中国都不认这个东西 想在中国换点什么零部件电子产品 感觉没人认这个东西 然后跑到印度 然后难道印度就说 我们认这个东西买什么呢 难道拿到梦买去买羊吗 买牛吗 俄罗斯我们知道是个矿业大国 牛羊都不缺 所以说中上所述 俄国人在和印度人做生意的 整个交往之中 塞了一个巨大的跟头 扩增驾驶的石油 换了一堆废纸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